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主演《长空之王》的消息 这次真的捂不住了 大家都知道 青年演员王一博的事业心是很强的 直言对表演非常有野心 王一博最近两年新作品陆续上映 新戏官宣不断 进入2022年 王一博也是一直在剧组闭关 安心拍电影 王一博粉丝摩托姐姐 作为一个多姐姐粉和麻麻粉的成熟粉丝群体 为了王一博事业的发展 也可真是操碎了心 为了维护王一博电影的顺利拍摄 时刻认准非官宣不约 对于新电影《长空之王》的消息也是守口如瓶 这两天有个好消息 却让粉丝大喊 怎么办 王一博主演《长空之王》的消息彻底捂不住了 到底发生了啥呢 忽然有粉丝发微博说 助王一博主演的《长空之王》拍摄顺利 第二个粉丝说 别乱说 还没官宣 咱家非官宣不约 第三个粉丝说 你别说她 是六公主说的 这消息公开了 这次咱捂不住了 第四个跑来问 发生了啥 我错过了啥 在哪里 哈哈 粉丝在一片慌乱搞笑中 带着满满的爱意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是影视剧界权威的六公主播放了一段以王一博 转型演员的自我博弈为提的视频短片 视频中讲述了演员王一博的影视剧会总 并表扬到 王一博在演员这条路上的进步有目共睹 王一博从流量明星转型实力演员一直在自我博弈 突破自我 都不用粉丝说 我们都知道 你们的一博哥哥有多努力了 六公主的客观夸奖让粉丝一阵欢呼 感慨 王一博的优秀会被看到 就在这时 有粉丝发现了大秘密 六公主把王一博主演的长空之王给官宣了 于是发生了上面的搞笑的对话 摩托姐姐们大呼这次舞步驻了咱就大方认领 不过也是真的为演员王一博开心 王一博粉丝这可不是第一次被六公主吓到 早在无名官宣 六公主直言 无名是梁朝伟 王一博两代顶流的荧幕同台 万众期待 两代顶流也是让粉丝不敢认领 直呼 是六公主说的 我可不敢这么说 王一博粉丝这是随了王一博的谦虚的性格吧 很是可爱 青年演员王一博越来越被认可 越来越优秀 六公主也忍不住称赞 王一博和证据的适配度好高 那可不 我们汇总一下王一博的呆波影视剧 冰玉火中的缉毒警察陈宇 维和防暴队中的热血维和景阳镇 无名中隐匿在敌后的无名英雄 长空之王中的战机是飞原 可都是很不错的励志角色 影迷们很期待了 让我们期待电影新人王一博的精彩演绎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